作词曲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莲友 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请放着 请打开净土大经科著 第三百一十九页 我们上一回讲到第二品 德尊普贤 这一品呢 是广叹 菩萨 全十二德 在广叹全德之中 说到这些来参加 灵山无量寿经法会的等觉大事 在一切有缘的世界之中 实现八项成道 度化众生 如同我们本师 甚至是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颜伏体 三千年前的视线一样的 那么八项成道 我们讲到了第七项 转法轮向 转法轮向当中 有总相别相 那别相里面 又分普贤圣行 文属智德这两颗 那么经文我们是讲到 普贤圣行的视线 又分三小颗 我们讲到第三颗 受济佛护 那么这底下又分四小颗 第一受济 第二视教 第三相应 第四佛护 那今天要讲的经文 是视教 经文是 为教菩萨 做阿舍利 这是讲 这些等觉菩萨们 为了教授 而做阿舍利 阿舍利呢 中文意为教授 又称为鬼犯师 因为鬼犯师 他的行齿 以鬼 看作大众的榜样 那么所以 这些等觉菩萨 怎么教导 其余的菩萨呢 先要做个好样子 身教重于言教 那我们 要把这个精神学会 要教导众生 你首先呢 要做好样子 譬如 你教人不失 假如你自己 千令不舍 你教人家不失 人家肯定不服 又譬如 你教人持戒 自己首先要 延持戒律 人家看到了 才会感动 纵然他可能 对戒法的尊重度不够 甚至会轻慢戒法 认为持戒是小成 是小学生干的事情 我们这是修 我们这是修 我们这是修念佛三昧的 那不必要在这些戒条上 去束缚自己 这是他对于戒法的观念 有偏差 他忘记了 佛在华言经上的教导 戒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具足持境界 若能具足持境界 一切如来所赞叹 你想得无上菩提 也就是定会圆满 持戒是根本 应当具足地来持戒 具足就是 你受了什么戒 统统都要持 譬如你受了五戒 五戒当中有重有轻 不能说我持重戒就行了 轻戒就无所谓了 我不杀人就行了 杀蚂蚁没关系 偷盗 我不要偷盗太多就行了 不满五钱不至于犯众 偷点小的没关系 邪添我没有实质的犯就没关系 生活比较随便一点没关系 或者上网看色情的东西也没关系 这些就是不具足持戒 那出家众呢 杀蚁就要受十戒 十戒每一条都要持 不能够挑着吃 我杀到淫妄这是重戒 好 我要持 非食食 我肚子饿就开远吧 不抓去金钱 人人都抓呀 没关系的 这些就是不具足地吃 犯戒就有罪呀 连杀蚁十戒都做不到 那怎么能够成为具足出家人 那比修呢 要持二百五十条戒 比修尼呢 要持三百四十八条戒 这叫具足戒 如果你挑着说 我喜欢吃这条才吃 那条我不喜欢就不吃 这就不叫具足戒 所以应当具足持境界 如果你能具足地持境界 一切如来都赞叹你 当然也就护念你呀 你在修行的路上啊 才能一帆风顺 永离魔障 不仅你自己修行 永离魔障啊 你还能够发挥 住持正法的大用 佛法靠什么来维系啊 靠戒法啊 老和尚过去 讲经常讲啊 戒律很重要 这是他三年 跟张家大师学习 得到的最重要的一句开始 他老人家记一辈子 戒律很重要 他跟方东美教授学习的时候 方老师也告诉他 要恢复佛教 要恢复佛教 新圣佛教 必须要恢复 丛林制度 丛林 就是啊 僧众的道场 叫十方丛林 丛林 是要靠 戒法 戒魔法 来 共住 才能使令 僧团 壮大 那僧宝 心龙 龙圣 就有 能够令佛法 二宝 发扬广大的作用 正所谓 法赖生传 所以佛当时 花了很大的功夫 精力 来建立僧团 为什么呢 佛有智慧 他的智慧圆满了 他知道 佛在世的时候 大家能以佛为师 这是正法 那如果佛灭度了呢 佛法靠谁去维系呢 佛没有把 主持正法的任务 交给某一个人 连传佛 心应 现在还注释的 加设尊者 他都没有 交付给他 那其余的更不用说了 他把这个维系佛法的使命 交付给僧团 僧众 不是个人 那僧众靠什么来维系呢 就是靠戒律 以戒设僧 以僧设俗 这样佛法 就像一个很稳固的建筑物 它底盘很稳固 法是在上 僧来护法 俗众在家人护僧 随僧学法 所以 这样的制度 使令佛法 流传至近三千年 依然 还注释 假如 戒法被破坏了 大家对持戒的观念 淡薄了 慢慢生团也就不能稳固 佛法也就衰亡 所以磨来 乱法它就是先灭戒法 戒法灭了 僧团肯定就散掉 俗人居士们更加无所一致 那就磨得其变了 所以 真正在末法时期 发菩提心 护持正法 怎么做呢 就是这两句经文教我们的 为教菩萨做阿舍利 你首先自己要做出延迟纪律的好样子 就是老和尚过去 所提到的 这是 二十年前 韩广长往生之后 留下的遗嘱 由老和尚 亲笔录下来的 劝导在家人做在家人的好样子 出家人要做出家人的好样子 这就是鬼犯师 出家人怎么做好样子呢 你能延迟戒律 纵然你没有得禅定 没得三昧 你没有开悟 也是个好样子了 在末法时代 想得定 甚至开会 这样的人 凤毛麟角 找不到 能够持戒 这个人就是 真佛子 如来所赞叹 你能助持正法 那在家人怎么做好样子呢 无量寿经上 给我们讲的 上辈 主要是对出家人讲 行作沙门 大修功德 大修功德就是 延迟戒律 修定习会 那在家人呢 宗辈往生当中讲到的 虽不能大作功德 当法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随即修行诸上功德 奉持栽戒 起立塔相 犯事上 自己 随自己的缘分 修行 有空闲的时候 也要奉持栽戒 就像诸位 现在 参加佛祈 都受持八观栽戒 这就是奉持栽戒 犯事沙门 就是护生 在家菩萨 要以护持三宝 为己任 那怎么护持三宝呢 首先你自己 要有正之见 你自己没有正之见 你肯定会护错了 有正之见之后 你就知道 什么是如法 什么不如法 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令正法救助 怎么做会令正法 急往 很快速的 衰往 最基本的 戒法 还有佛门的伦理 佛门伦理 也是维系正法 救助的 关键 这也是 戒法的一部分 菩萨界里面就有 乖尊备次第 第三十八条 清构罪 佛门讲究七种伦理 比丘 比丘 比丘尼 士叉摩纳 沙弥 沙弥尼 这是出家五种 以次第排列 比丘 比丘尼 各自又以戒拉排序 士叉摩纳 沙弥 沙弥尼 为未入森树 各自以年龄排序 那么在家的二种 优婆色 优婆意 是以世间五轮排列 因为他们是俗众 再俗就依俗法 俗法呢 那就是儒家讲的五轮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朋友 以这个排列 长上子 就在上位 这个长者先 又在后 就不是一戒 那么 在家俗众 就护持 出家五种 让他们能安心办到 在戒法上 一直出家众 佛 斥令 在家人 受戒 要依出家人 在家人互相 不能够受戒 某个局势 给另外一个局势 受五戒 受八观在戒 不可能 不行 只能依出家众 那如果犯了戒 要出罪 也需要 依出家众 所以出家众 是在施位 我们在家众 是弟子 所以在称呼上 对出家众 众人是对一个七岁的沙弥尼 出家五众当中最低的那一位 你要成师父 纵然你已经受了菩萨界一百辣 老居士了 你见一个七岁的沙弥尼 他没有受菩萨界的 你要顶礼 成师父 自称弟子 这就是佛制的伦理 我们能够这样做 降伏我们 尊重戒法 因为他所受的戒 就是比我要高 他是出家沙弥界 我只是在家的戒 所以尊重戒法 以戒为师 这就把戒法提升起来 而不是 以我能护法 我你看 做那么多的功德 来自聚 过去梁武帝 就有这个毛病 建立了480座寺院 度出家众十万人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问达摩祖师 你看我功德大不大 达摩祖师给他一盆冷水 并无功德 为什么呢 你就这一点轻慢心 功德都化解掉了 没有了 当然你有世间的福德 仅在人天享福 如果你要不持戒 还不能在人天享福 你得到三恶道去享福 这个命好的当个鬼王 命不好的就当个宠物 这样享福 所以功德在什么 享福 我慢 享福烦恼 尊重戒法 尊重佛制 你看那时候梁武帝 就已经有这种习气 现在更不用说了 现在你还没做到梁武帝 那个工作呢 如果是护持一个道场 就觉得 我是这个道场的主人了 出家众我来管 这个念头 梁武帝都不如啊 要是遇到达摩祖师 不仅告诉你 并无功德 还要加一句 只有罪业 这就是坏乱佛门伦理 连孔子他老人家 当年都这么叹息 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 这是世间伦理坏乱 就是乱世 那么佛门的伦理 要是乱了呢 那就是正法衰亡 所以我们真正法心 要护持正法 第一个 就要尊重戒法 否则你纵然出发心是好心 坐着坐着 事业越做越大 最后就成了个大修罗了 就不是菩萨了 所以卫教菩萨做阿舍利亚 在现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要紧 我们这么做 这样去提倡 当然我们不要去点名批评人 也不要跟人结怨 跟人结怨 遭来很多障碍 甚至不点名批评 像我现在这么说 有些人听到也不舒服的 就是有缘的人 我们自己建立正确的之间 至于别人 我们不敢去得罪了 但是我们要坚持正确的 那么这个前文 经文讲到的 圣贯顶阶受菩提记 以及这里的两句 为教菩萨做阿舍利 两句结合起来 就是显示密宗 这个金刚阿舍利 因为密宗 讲究灌顶 这个灌顶 有不同的灌顶 这个一般的灌顶 是结缘灌顶 就跟显教里面的 传授三规五界那种 差不多 并不代表你有什么大成就 而传法灌顶 或者说是受之灌顶 这就是给你认证 你能做大阿舍利 也就是可以去传法 红化一方 那么这种阿舍利 就叫做真言阿舍利 或者说是金刚阿舍利 像过去黄念族上司 他也是玄秘宗 他就是金刚阿舍利 这不是一般普通人 能受这样的灌顶 那么这种人 就是为教菩萨 做阿舍利 他是鬼犯士 承担起 红传 密法的 责任 那么下面经文 就讲到相应 这也是跟密宗 说法一致 这里的经文 正显示出 密尽不二 菩萨修到一定的结位 自然要修密法 如果不修密法 就不能够成佛 那这个密不是什么秘密 见不得人 不是 是深密 这个法太深了 不是我们一般凡夫 所能够领悟的境界 所以叫做密 所以菩萨修到一定结位 那就不是凡夫 所能够思维想象 这就叫修密法 那密法最重要的 就是相应 怎么相应呢 与如来三密相应 那身口意 顿同如来的身口意三密 这就是所谓的 极身成佛 那经文在这里就说 常习相应 无边诸行 成熟菩萨 无边善根 相应 不仅密宗 是相应宗 净土宗 也是一样 相应宗 净宗跟密宗 关系 非常的密切 比如 观经所谓的 侍心作佛 侍心侍佛 这就是相应 当你身立佛 口称名 意观想 天清菩萨 在往生论当中 就总结出 五念门 那这部往生论呢 实质就是 天清菩萨 学习 无量寿经的 新的报告 所以也叫 无量寿经论 那我们学 无量寿经啊 可以结合着 往生论来学习 看看天清菩萨 是怎么依 无量寿经修行的 那他总结的行门 就是五念门 第一是礼拜 第二是称赞 称名也是称赞 因为称阿弥陀佛 阿弥陀就是称无量 无量寿 无量光 无量智慧 无量福德 这就是赞叹 所以你老念这阿弥陀佛 就是老在赞叹 阿弥陀佛 然后 作愿 发愿 求圣 西方 第四是观察 观察 可以从事观 可以从理观 事上观 在往生论当中 总结出 三种庄严 所谓 所谓国土庄严 有十七种 佛庄严 有八种 菩萨庄严 有四种 总共是二十九种 老和尚 老和尚过去 讲大经科著的时候 穿插着 讲过这一段 大家也不方可以 听一听 就了解了 网生论 讲的二十九种 庄严 是怎么回事 那这都是一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讲的比较详细 天清菩萨 就把它提炼出来了 那这是讲 事观 从事上 观这个事项 正报 依报的环境 正报就是包括佛和菩萨 一个主 一个伴 那么依报就是国土 这个依报环境 那理观呢 就是 了知 这二十九种庄严 入一法句 一法句 即是清净句 一清净句 即是真如智慧 无为法身 就入这一句 二十九种庄严 就入到这一句 真如智慧 无为法身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 所有的正报 依报的事项 完全是 真如智慧 的显现 是法身的彰显 法身 智慧 是什么样子的 极乐世界 就是 所以 观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即是观 实相 法身 就是实相 薄 就是法身 离体 法身 实相 不是离开这些 极乐世界 医症的事项 还别找一个 什么法身 离体 真如实相 不是 离开这些 实相 你去找一个实相 是找不到 实相 就在这一切 实相 之中 实相 无相 亦无不相 一切相 皆是实相 法身在哪 法身 就是极乐世界 一花 一草 一木 风吹 树 出的声音 鸟 歌唱 宣说的法音 乃至于 这个 阿弥陀佛 向好 光明 无量菩萨 大众围绕 一一皆是实相 皆是法身 所以 理官 绝不离开 事官 事理 不二 这是观察门 观察门之后 再有回向 回向门 将所修功德 回向一切苦难众生 跟自己一同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同归 十相 同入法身 那我们 我们依这个五念门 来修行 比如我们 现在佛七 也就有这五念门 每天有拜佛 这是礼拜门 每天有称名 我们用老和尚的 佛号机 就是称名 称赞 有作愿 我们有西方发愿文 发愿求胜西方 有观察门 观察是怎么观察呢 我们 现在一起研讨 无量守经 就有事官 也有理官 既有说事相 也有说道理 事理都圆融在这里面 这是观察门 还有回向 我们发菩提心 回向自 他同生净土 这五念门都有了 那这样就是 视心做佛 你的心怎么做佛 你依这五念门 就是视心做佛 你心里真有阿弥陀佛 心里有阿弥陀佛 就是心做佛 你把佛给忘了 那心就不是做佛了 做凡夫了 你一起贪心 那就做恶鬼了 一发脾气 就做地狱道的众生了 奔臣打瞌睡的 无名 那可能就是做畜生了 你做什么 将来就是什么了 视心做佛 视心是佛 视心做贪嗔痴 视心将来 视恶鬼出生地狱 一切唯心造 那我们现在 一五念门修行 视心做佛 这个视心做佛 将来必定成佛 这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吗 因果相应 这样的相应呢 凡夫都能理解的 但是说得更进一步呢 视心做佛 当下视心是佛 这就是圆顿法了 这才叫真正的相应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当然了 你现在的心 如果什么都不想 只想阿弥陀佛 那你全部的心就是佛 你心里找不到别的 只有阿弥陀佛 那整个心就是佛 那整个心就是佛 佛在哪 佛就在你整个心里 占据了你所有的心 你所有的心呢 就变成佛 视心整个就是佛 这是顿法 做佛时 就是成佛时 所以静宗是 极缘极顿之法 缘是缘缘满满 一点欠缺都没有 你现在心在 全心全意想佛 念佛 你全部的心 缘缘满满就成了佛 没有丝毫的余欠 这是缘 而且是顿 顿就是一下子 不经过次第 不用经历多节的时间 成佛 一般经上讲 要三大阿僧奇节 不用 不需要三节修福慧 唯将六字 就转乾坤了 就把你的这个凡夫法界 一下转成了佛法界 念佛的时候 那整个心就成为佛 佛心 极凡心成佛心 那心都转成佛了 法界当然就是佛法界 法界是唯心造啊 难道心外还有个法界吗 没有了 心外无法 所以你的心是佛时 法界就是佛 佛的法界 这是相应啊 而这里这些菩萨们 都是常习相应 无边住心 也就是说 他们的心 恒常的与佛心相应 这个视心做佛啊 是恒常不变的 没有一刻的功夫 不是在做佛的时候 对 这个是功夫成片的 一心不烂的 我们什么时候念佛 能够念到 从遭至目 从目至遭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你就相应 你就跟这些菩萨一样 长期相应 无边住心 只要你的心 永远是佛心 你心里永远有佛号 那你一切的 身口意的行为 造作都是相应 无边诸心 无边诸心 就包括你身口意 所有的造作 跟如来一样了 为什么呢 身口意就是心的一种表现 你有这样的心 一定有这样的身口意 你相应啊 顿同如来三密啊 所以静宗 也是相应宗 不比密宗差 这个境界 直取最高的佛境界了 顿同如来 这就是 即身成佛 不光是密宗 讲究即身成佛 你能真的 视心做佛 视心是佛 就是即身成佛 那你可能说 那我也不像 释迦牟尼佛那样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当然成佛的人 不会有这种念头 但是如果你真的 已经达到了 念念相许 都是佛性 你现在 这个父母所生身 那就速成大菩提 那这个身不是佛身呢 当然不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身 佛可以随类硬化各种身 不一定只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他可以就限你现在这个身 如果来就以你现在这个身来度化 跟你这个身有缘的众生 你要度化这种众生 你还必须得献你这样的身 比如说你是个老太太 那你就可以度老太太这一类的人 那假如你忽然变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 你把人都吓到了 你就度不了他 所以你佛的身色身相 不一定的 《金刚经》上讲 不能以色相见如来 如来是可以实现一切色相 当你心是佛心的时候 你这个身就是如来的化身 你要敢承当 只想承当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在五祖会下开悟了 五祖就给他印证 说你明字本心 见字本性 即是天人师即是佛 那慧能大师也没有忽然变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金光灿灿的那个身体 没有 那还是保留他原来的父母所生的身体 二十四岁一个小伙子 也没有文化 大字都不识一个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身 只好躲在猎人堆里面十五年 干那些粗活 谁知道他这个身就是如来化身 因为他的心是相应的 所以真正相应 那个心 一定是 用天台中 一心三观来讲 空 假 中三观 圆融于一心 空观就是了知一切境界 如梦如幻 全是虚妄的 没有真实 当体即空 假观这些事项又清清楚楚 因为你的心寂静 所以外面的这些境界相 在你心中映现得很清楚 就如同这个湖水非常平静 无风无浪 外面的山树会映现得很清晰 你的心水寂静的时候 外面的境界相很清楚 观得非常清楚 这叫假观 知道它是假 但是还是很清楚 虽然有空有假二观 但是还是不起心不动念 空假二观不二 圆融于一心 不会做义 我现在要空观 我现在要假观 做义做空观的 这是如同这个二乘 修行之人 他不做义 他就空不了 那么做义做假观的 就如同已经达到空观的菩萨 他能够在众生境界里头游戏神通 但是也要靠做义 不做义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能赖 那空假二观圆融了 不二了 还不起心不动念 圆融于一心 一心三观 这圆教菩萨来讲 他们是初著以上 那别教呢 至少出地以上 发生大事 但是出地 如果用别教来讲 还会做义中观 叫淡中 而味道圆中 圆中是不用做义的 中观也不做义 所以 大菩萨们 能够这样的 如佛那样用智慧观照 这个真实的相应 那我们念佛人 最巧妙的方法 就是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念 刚开始是坐义念佛 坐义的时候 当然空观假观都没有成就 空观 就是你当时还没悟 一切万法了不可得 还没入这个空境界 五蕴皆空还没空 但是你就这么练 其实你已经在放下这个世界 紧紧抓住这句佛号 清清楚楚 那也是假观 而也不用想的是空观是假观 就暗和中观 暗和道明 一直念下去 念到最后 能念所念都脱落 只是一心 这样那就是空假中三观一心圆融 那就入法深境界了 礼一心不乱 那就成佛了 所以静中这个法门巧妙 简单 最重要就是老实念 那么这么一直念下去 修无量无边相应之行 就如同佛一样 度化众生 也没有度化众生的念头 为什么呢 你心都在念佛呢 如果你不明理 那就是暗和道明 如果你明理了 就是明和道明 明和怎么明呢 那就空假中三观 清清楚楚 直到一切众生了不可得 虽度一切众生 而时无有众生得度 度众生就是假观 无众生可度就是空观 虽无众生可度还要度 空假不二 这就是中观 长袭相应 无边住行 知道一切行 当体即空 还要去行 知道布施 布施三轮体空 还要布施 不是空了就不布施了 还得布施 这就是中观 这就是中观 中道 如来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也无论是明和还是暗和 也就跟如来相应了 这样能成熟菩萨 无边善根 善根就是身口一三叶的善法 顾不可拔 牢不可破 这叫根 菩萨 菩萨 有的是 境界比较低 他发了一个菩提心 来受了个菩萨戒 这叫出发心菩萨 那他的善根 不够深厚啊 不是牢不可怕 可能境界风一吹 他就倒了 这八风一吹就动了 甚至倒了 这些小菩萨呢 非常需要大菩萨的互念 要使这些小菩萨的善根成熟 就是他这个善根很深 八风吹不动了 这个他才能健康成长 那么大菩萨们呢 就为小菩萨们做示范了 做表演了 所以行 无边的相应圣行 其实所谓无边 不是叫你做好多好多事情 不是 你别体会错了 是讲你从早到晚的生活 一点一滴 一举一动 那就是无边住行 譬如《金刚经》里面 世尊 远起 事先 他每天都是过同样的生活 早上大一赤波 入舍卫大城起始 次第起始 不兼责的 无分别的 不是挑富贵家才去起始 到哪儿就 一次地 每个家庭都有共亚的机会 那么次第起始 还至本处 到了他自己 安居的地处 然后 大家一起吃饭 饭食器 收一波 把波洗干净了 一夜收起来 上座 洗足矣 把脚洗洗 副座而坐 每天吃完饭 跟大家讲讲法 这生活 是很简单 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视线 但是那一天 须菩提尊者看了 感动得不得了 痛哭流涕 赞叹如来 善互念诸菩萨 如来怎么互念诸菩萨呢 就是这样 每天做好样子给你看 常洗相应无边诸行 你什么时候看懂了 善根就成熟 成熟菩萨 这个无边善根 须菩提那天懂了 所以向世尊请教 如何应住 如何降服其心 如来您老人家是怎么 安住 你的心住在哪 你怎么降服你的烦恼性 就问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其实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问题 你心安住了 就是没有烦恼 你烦恼降服住了 心也就安住了 如来安住在哪 简单来讲 住无所住 这就是安住 安住在实相 智慧 安住在般若之中 这个般若就是 虽然在一切境界当中 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有无边诸行 但是呢 知道一切行 都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了不可得还要行啊 所以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不住色 生相畏 触发 不着一切相 而修一切善 这就成就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成就无边诸行 同时也就能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也没有成熟菩萨无边善根的念头 度一切众生 令一切众生 入于如来 大涅槃 大灭度 而无有一众生得灭度 没有这些作义念头 当时到灵山法会上参会的大菩萨们 都是这种境界 而且如贤护等这些十六大师 以贤护菩萨做上手 贤护菩萨怎么修成的 大吉经贤护菩萨就是讲 他是修念佛三昧 靠念佛三昧 来诚惜相应无边诸行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下面第四小课就是讲佛乎 经文 无量诸佛 贤供酷念 你能够这样的 修念佛三昧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是心是佛 身口意 同佛 相应 既能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自度度他 都是那么自然成就 就必能感得无量诸佛 之所互念 互就是保护 念就是意念 诸佛意念我们如母一子 比母亲意念孩子 那个心更切 换句话说 我们都是诸佛的乖宝宝 是佛的心肝宝贝 他是对我们的互念 念念不忘的 而我们总把佛给忘 佛是不会忘我们的 那佛其实对一切众生 都互念 但是呢 这相互的感应道交啊 是有不同 就如同天在下雨 这下雨 天是平等的降雨的 雨水量 上果林里头 这个地树 中立室 都是雨量相等 没有说 特别给我们上果林 多浇点水 没有的 那么这里有大树 有小草 吸水量是不同啊 那大树呢 吸的水就多 小草呢 吸的水就少 什么道理呢 是不是说 天就喜欢那大树 给它多点水 不喜欢小草 给它少点水 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那是因为 大树的根深 出壮 所以吸水就多 小草的根浅 吸水就少 个人的根性不同啊 所以感德的滋润也不同 那如来对我们的互念 虽然是平等 如同天降甘露一样 但是每个人所得到的 感觉上得到的互念呢 就不同了 这个问题不是如来那边 它是平等 我们这边呢 是不平等 所以 当我们得到念佛三昧 就像这些菩萨一样 必定能够感到 你会感觉的很明显 得到无量诸佛之所护念 你在成佛的路上 你会一帆风顺 这个一帆风顺 不是说你都得到顺境 你又别错会意思 六祖慧能大师 跑到猎人堆里面 待了十五年 你说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一般人是看是逆境 你看他都已经得了一波了 五祖都把他印证为天人师了 他竟然还要跑到猎人队伍里面 去伺候那些猎人 十五年 不能伸展 很委屈 我们觉得他是在逆境 可是他的诸佛护念 他就是随着这个因言 不断地向上提升 而且也是成熟菩萨善根 他实现什么呢 你在这个五祖恶事 想要弘法立生 你得准备好 恐怕十五年 受委屈 就是逃不过 这就是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后面的人看到 你看慧能大师都这样 我们这样也理所当然了 被人毁谤一下 击贤一下 那都是鸡毛蒜皮了 心就生欢喜 菩萨就欢喜 所以诸佛护念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也是护念我们 也成熟我们的善根 所以当你得到了相应的时候 诸佛就不会离开你 对你的加持 护念 分分秒秒 一刻都不会停 你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 你常生欢喜心 常生智慧 不生烦恼 那对我们求生净土的人来讲呢 阿弥陀佛经也有明显的开示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世经受持者 即闻诸佛名者 世诸善男子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 接得不退转于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没有说是菩萨 也没有说要证阿罗汉的人 就是凡人一个 而且这个善 怎么来论断呢 偶一大师讲 你能够闻到净土法门 深信不疑 发愿往生 纵然造过五逆十恶 皆明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跟世间善是不同的 它的标准就是 你能信愿求生净土 这就是你的深厚善感 那你闻到这部弥陀经 弥陀经就是小本的无量寿经 你能受持 受持是什么 信愿持名 这部经就是讲信愿持名 闻诸佛名者 这个闻诸佛名 偶一大师的判法 是有两种意 一种是局意 一种是通意 局意就是判得比较严的 就是讲你要念到一心不乱 才叫闻诸佛名 通意呢 那就是以利而根 闻到这句佛号 不论你有心无心 能信还是不能信 将来都必定能够 某一世往生净土 善根会成熟 金刚道种 不会灭的 当然我们呢 不希望将来某一世才往生 希望这一世往生 所以就要用局意 就是严格的那个意思 那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相应了 所以能够相应呢 就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乎你 你决定不退转 于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退转 不退菩萨 太难得了 也就是说你这一生 决定能成佛的 你成佛 不退的 要是会退 就不叫做不退转 于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诸佛互念你 你想退都不给你退 所以只要我们能念到一心不乱 就成功了 那一心不乱的标准 也不需要你太高 太高了我们也达不到 那无量寿经 汉译本 无译本 就讲得很明确 如果你用一日以 来念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 从早到晚 再从晚到早 24个小时 那个佛号还是不间断 只要有一天 只要有一天 能有这个境界 纵然你这天之后都断了 也没关系 你这一日一夜 达到一心不乱就行 那么你就 如经上所说的 接得一切诸佛 只说互念 就跟这些诸大菩萨一样 无量诸佛 显供互念 接得不退转 你这一生决定往生 纵然你念完这一天 一心不乱之后就不念了 甚至不信了 不发愿求生西方了 这个无量寿经都讲到 你烦恼业障现前 你不肯去了 不相信了 到灵命中时 你还会见到阿弥陀佛 现前 这佛光一照你 你业障就消 你马上又信了 又会发愿去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不信的业 就是疑 所以你往生到边地一程 那也顶多五百年 一般来讲五百年 保证能出来 就能够入品 所以到边地一程 也就是算成就了 那也算不退转 与阿罗多罗算不算不提 你不会再去轮回的 你不会又堕回娑婆 再搞轮回之后才往生 没有 直接到西方边地 观五百年之后再出来 观也不是佛观 是你自己的遗 变现出这么一个边地一程出来 自己做自己受 你在里头忏悔了 就出来了 但是边地一程 那生活环境就很好 也是莲花花生 七宝 这个 妙树成行 什么都有 就是见不到佛法僧而已 其余的跟极乐世界差不多 除了你的宫殿不能飞行 不能随意广大 仅此而已 其余的如同刀利天一样 如夜摩天处于宫殿 所以这也是成就了 当然你只要保持你的信愿 那你还不至于到边地一程 直接就入品了 那种念了一心不乱 最后生疑还是极个别现象 但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佛说出来了 特别叮嘱我们要断疑生信 那假如你 不疑 甚至能够保持一心不烂 那你将来品位会很高 最低的就是一日一夜一心不烂 当然你要一心不烂一日一夜 这不是说第一天开始念 就念到一日一夜不烂 你得要去训练自己 所以我们善果林准备在五月 中旬开始打白日念佛 这一百天当中训练自己 其中只要有一天一日一夜 念佛一心不烂就行了 刚开始是难 慢慢你得要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 能不能习惯呢 可以习惯的 什么都是可以念出来的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你要真肯念 念到吃饭睡觉 做什么事 佛号都不断 那就是一心不烂 不是叫你不吃饭 不睡觉 不干别的 不是 是吃着饭 睡着觉 干着别的 还是佛号不间断 这叫一心不烂 你看那些家庭妇女 她们包饺子 包饺子包得很咸熟 一边包着饺子 一边跟你谈话 一边想事情 还接着电话 两只手还在包 你看她包饺子都能念出 这种功夫 她也一心不乱了 她干别的 想别的 说别的 但是那饺子还包得很漂亮 她不乱 你看连包饺子都能念出这个功夫 你念佛比包饺子容易太多了 难道你还不能念出来吗 你只是不肯念了 所以你果然用功夫 我相信百日之功就必得一心不乱 就练习惯了 练习惯了 这句佛号就让他相续下去 这一辈子都让他不要断了 那将来就是上品上手 你这一生 现前得到 十方诸佛之所护念 这是殊胜无比 好了 这个时间也到了 说的千里 不如行的一步 大家开始念佛吧 好